嗨 大家好 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这一期继续介绍便利店的便当 这次是71的便当 71的便当总量还是挺丰富的 意大利面 中华料理 各种小菜 还有锅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见 今天还是随便挑了四款介绍 第一款 牛肉咖喱饭 今天第一款就选择了咖喱饭 因为有一位小伙伴提醒了我三次 嗯 是时候安排上了 这个上面是咖喱 下面是饭 要把咖喱倒到饭上面去 我刚刚发觉它这款咖喱饭里面 只有牛肉其他的都没有 牛肉的话就是5到6块吧 这上面还贴着牛肉增量 哇靠 那就是说以前还要少 只有牛肉真的吃起来有点单调 这个咖喱的味道比较柔和 咖喱味道不是那么的重 稍微有一点点辣味 这个牛肉挺好吃的 全部包裹着咖喱的味道 不过不是很嫩 有几块瘦肉吃起来还有一点老 会塞牙缝 其实本来这个鸡肉锅我是打算晚上吃的 由于我刚刚一份根本就没有吃饱 所以这顿就是家餐了 这个锅是7-11的新产品 包装上还贴有新发卖的标签 而且这个锅蛋白质很高 碳水化合物很低 个人觉得能当减肥餐吃 这个锅里出的鸡肉就是大白菜 蘑菇 胡萝卜 豆腐 先喝口汤尝尝味道 汤的味道就是墨鱼花的鲜味和鸡肉的香味 整体感觉还是比较清淡的 这里面每一块鸡肉都很大而且很嫩 用的大概是鸡腿肉 因为鸡胸肉的话口感没有那么细腻滑嫩 一大口大白菜吃起来很过瘾 蟹味菇 胡萝卜 还有豆腐 感觉吃起来挺健康的 我们现在就来尝一下所谓的铁锅炒松花便刀 它这个便当中有炒饭麻婆豆腐青椒肉丝还有烧麦 这个炒饭闻上去还是蛮香的 淡炒饭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一些炒蛋的带香味 米饭有点干吃上去有点油 这个麻婆豆腐闻上去就一股豆瓣酱的味道 说真的这个麻婆豆腐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它不是这么很辣 反而会有点甜 一口下去刚开始是豆瓣酱的咸味 之后是微微的甜味 最后能吃出一点点的辣味 但是没有山椒的味道 单吃的话总觉得会有点咸 配着淡炒饭试试看 淡炒饭没有味道 配着炒饭吃咸味恰到好处 这个青椒肉是一般 而且里面还有洋葱和笋 勾圈还是有点厚的 这个烧麦等于是在吃一块肉 有微微的胡椒粉和生姜的味道 这个汤有点甜 还有点酱油的味道 你单喝的话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咸 如果拌着饭吃的话 可以干一碗饭 加上了白萝卜 味道就清淡了很多 白萝卜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口 大白菜吸收的汤汁 吃起来不仅有汤的味道 还有大白菜本来的微甜味 鸡肉没有刚刚那个鸡肉大 味道是酱油味的 一样很嫩 总结一下 四款便当还是喜欢味道比较清淡的鸡肉锅 其他两个一般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